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将在四号盛大的登场 今天宣传成了展前记者会 抢先来公布今年四大展区的主题 从在地台湾加油到一国美食应有尽有 热厂工夏日美食商机业者出奇之央 除了推出超杀的折扣之外 还有人主打独具特色台湾风味炎餐点 并且配有誓言师随餐讲解 为期四天的台湾美食展即将在八月四号盛大开跑 今年邀集上百家业者展出满满美食 除了要抓住国人爱美食的心 也要抓住来台观光客的味蕾 今年到7月21号我们来了300万 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国境我们去年才开放 来台观光客 那诱惑他们来的最重要的就是美食 业者比美味还要比特色 台北精华酒店推出盐套餐 使用台湾风味炎入菜 训练出全台为二誓言师随餐讲解 另外台北天成大饭店则主打招牌四人烤鸭盒菜 美食展特价下沙六二折 而且还要把招牌料理玩出创新滋味 我们在美食展也推出了考验一压三吃 用泰式打拋的一个手法来呈现整个一个鸭肉的一个口感 那也希望可以就是提升整体业绩大概一成以上 两款比较特别一点的话 一个是来自我们云林的硬盐花 是在酿造酱油的过程中而意外产生的这个盐 那另外还有一个的话是来自北南的罗氏盐腐木 它是在产果实的过程中 我们果实外表会有一层盐 另外这次美食展规划四大展区 除了聚焦在地台湾菜 也比较往年规划超高人气的一国美食展区 从日韩越南料理到耐吉利亚佳肴应有尽有 抢工夏日美食商机 记者涛讯英语台湾道